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那今天要來拜訪來自觀眾投稿的島嶼創作家丹元 我以特別一點的形式來製作 希望大家會喜歡喔 是說這個丹元是不是該想個什麼名字啊? 來去無人島住一晚 還是叫開島鑑定團 全能改島王 還是說跟拍到泥島 我看如果大家有什麼好的建議 直接在留言區留個研討了 那今天投稿的觀眾叫珍 我們請投稿者做了簡單的自我介紹 這樣我們也比較好跟觀眾們介紹 那這次的投稿者呢 我看看喔 什麼? 他的本業是個影片導演跟藝術總監 那他的代表作呢 有勢大運 金曲獎 台劇的誰是被害者 電影紅衣小女孩 還有多支廣告 那他也是蘇打綠 吳岳天 蔡依林 周杰倫等大明星的 音樂錄影帶美術設計 我覺得第一集投稿觀眾就這麼厲害 後面的人壓力會不會太大 那下一集我是要拜訪楊成嶺還是五月天阿信的島啊 那他最喜歡的動物居民呢 是黃師 老師跟師傅 島上的風格是盡量保持原始的自然狀態在嘉義收視喔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出發前往觀眾真的島嶼吧 好 我們到這個叫做出米島 應該是這樣子唸吧 現在可以看到很多花喔 喔 有一個小禮堂耶 看到他本人在下面交手了 嗨 舉個弓喔 欸 我有帶禮物喔 一樣是阿一的海報就是了 耶 喔 他也有準備禮物喔 謝謝啦 那我回去再開好了 感謝喔 接下來就請他帶我逛整座島 先從東邊嗎 好 一個Villa的感覺 所以接下來就是要逛有Villa感覺的地方嗎 喔 所以現在是在沙灘上 咦 這個是什麼 這是樂器的一種嗎 咦 我怎麼沒看過這個東西 然後他抱枕的花紋真的是選的很有度假風喔 那旁邊這邊有方樹青 大提琴 哇 婚禮的餐桌耶 然後加上藤邊的椅子 這種白色加這個動森綠色 真的很漂亮 好多椰子樹 然後再加個椰子汁 真的很有度假感 超棒的 這景點不錯喔 來拍個照好了 熊店員 喔 所以有熊嗎 在哪裡 是不是被我擋住了 欸 有有有看到了 熊店員的衣服還蠻好看的 本來就有襯衫嗎 熊可以穿襯衫嗎 這是不是自己畫的啊 超讚的 我要幫他拍拍手 喔 到這邊音樂也換了 變成KKDiscord 一個喬喬的房間就是放這首歌 躺在這邊感覺好像超棒的 度假風 剛好配上這個飛機雲 美美的 很有Feel 喔 這邊有個釣魚區 那這一區 這一區是什麼 這邊也換了一首音樂 KK綠洞 喔 原來這邊是禮品店 哈哈 設想的好周到喔 剛好是賣一套藍色的 泳衣跟藍色的潛水鏡 欸 這什麼 這個貝殼床 原來它背面那麼好看喔 哈哈哈 欸 我完全不曉得欸 新發現 可以坐在裡面 好 我來坐看看 我要先誇獎一下它的貝殼床 哈哈哈 欸 這貝殼床真的很厲害耶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貝殼床可以這樣子使用 好 我來坐進去看一下 角度 喔 剛好樹就被遮起來 哇 又是配上這個飛機雲 好看 美美的 維納斯誕生 哈哈哈 可是不能拍照 這樣拍照的話 樹就會進來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進來剛才擋住我的這個蘋果樹區喔 這邊放了一個蘋果椅 每個水果都有一個類似椅子或家具 喔 所以它每一種水果都有做一個類似這樣的區域的意思吧 然後這邊是它的島崎 我要來拍照留念一下喔 剛好KK也在這裡 棒棒 黑貓 總共248萬就好 房貸的意思嗎 好 這表示我們要進入下一個區域了對不對 喔 換到櫻桃區了 這邊有一種小小公園的感覺 嗯 果然是小公園 這邊有咖啡杯 然後搖搖馬 這邊放了一個櫻桃的音響 這邊放了一個櫻桃的音響 這邊放的音樂也不一樣 它好像每一區都會放一個音響來播一個 在那個區域適合的音樂 喔 這邊放了一個婚禮的拱門 然後這邊有個牌子 喔 這是公車站的意思嗎 轉運站 嘿 這超有FU的 在這邊等公車 這邊景點不錯喔 拍照留念一下 它島上這邊有一小塊獨立出來的沙灘喔 這邊剛好拿來… 喔 對 練習衝浪沒有錯 那這個音樂呢 這應該是KK沖繩之類的 也是很有海邊的感覺 這裡是博物館的周邊喔 那博物館旁邊放這些導覽 我都覺得很有趣喔 這邊有一些… 我分不太出來 這是假貨還是真貨 那它又帶我到了一個網美打卡景點喔 看起來就很漂亮 我來拍個照 看這邊 那這旁邊就有一個觀景台喔 大家都有的那個… 縮小視覺上的那個錯覺的 的確是還滿多人都有在做這個的 喔 又要變身了 現在來到天文館 喔 天文館 那就跟著它進去看一下吧 這邊就是天文館的大廳 啊 裡面還有電話屏 的確是很像大廳的樣子喔 那一樣有那個導覽 哇 這個壁紙跟地板是我超喜歡的 就很適合我這種中二病的人喔 超棒的 我好喜歡這間房間喔 科技感 那這邊還有一套太空人的裝備 那熔岩燈放在這裡也是完全沒有違和感喔 喔 它這邊還有放那個太平洋銅眼魚耶 的確是很像外星生物啦 這應該是太平洋銅眼魚沒錯吧 哇 這間就直接有飛碟衛星陨石 飛碟 我雖然有拿到DIY了 可是我還沒去做 然後上次開導的時候 有一個觀眾送我一個飛碟喔 這個貝殼的音響 播放藍色飯糰 欸對喔 它好像 每個房間是不是都放這一個音樂啊 剛才進來開始好像都是這一首 喔 這邊是火箭 還有一些太空梭什麼的 沒錯 這間也是放藍色飯糰 那這個書跟電影播放器放在這裡 也是超有FU的 真的很像在博物館裡面喔 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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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酒吧嗎 完全就是不同的風格喔 就是天王館 逛類啦 我們可以在這邊用個餐之類的 又是熊店員耶 它那件襯衫真的好好看喔 然後我發現一個很厲害的東西耶 就是你看它地板上面的那些地毯 它的紅色圓形小地毯 放很多個 然後上面再放那些桌椅啊 鋼琴的家具 就整個變得很有質感喔 你們看它吧台前面的椅子 這些布料的花色也是選的超棒的 就是整個房間都很搭喔 拍拍手 這一定要拍拍手 這間房間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超喜歡的 現在在二樓最後一間房啦 那這間房間上面擺的東西 是已經登陸月球才會用到的那些器材吧 所以它真的是有好好的去分類來放這些東西耶 然後你看它地板上面都還有放說 就是導覽圖有沒有 就是看起來好像在說明說這個器具是要幹嘛的 好啦 逛完那個天文館了 拍拍手 很棒很棒 這間房子超漂亮的 又要變身了 此留言已被屏蔽 我好像懂了什麼 好 那我不要說免得被屏蔽喔 好 接下來我們要逛哪裡呢 這邊有甜點的湯味 鴿子老闆 欸真的耶 我剛才沒有發現到 最右邊那邊有鴿子老闆 聽說之後會實裝 唐人街 喔對 它的自我介紹裡面有寫到說 它一定會試著想把唐人街的元素放在這種 就是比較寫實的風格裡面喔 但講到唐人街我會先想到林佑嘉就是了 沙巴 從花 加個蛋 喔 這邊 這邊 呵呵呵 這很有那個鄉下的感覺 珍鳩店 有看過我的島的人應該知道說 我的島就是走那種鄉下的路線 那我覺得它這樣的擺設呢 很可以參考欸 我也想做看看 我發現這邊有一個告示牌喔 來放大一下 哈哈哈哈 這就是 在抓狐狸就是了 這個就是它會出現的神秘海灘阿 可是它懸賞金額才 來 各十百千萬 十萬 十萬太少了啦 好的 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到這一棟房子裡面 它看起來非常的 呃 中式 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形容詞阿 對不起 中華餐廳 不過桌上放的菜好像沒有阿龍家那麼豐富 嗯 有一點那種 港式養茶的感覺喔 有了 進來這個包廂 這個包廂就很像阿龍的家喔 阿龍的家真的看起來就是 超豪華的 來吃飯 轉轉轉轉轉轉轉 右邊 這裡是餐廳廚房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欸 我覺得 那些餐廳的廚房真的就是長這樣子喔 欸 為什麼還有蝎子阿 嚇一跳 這裡怎麼會賣蝎子呢 補的 不要吧 不要吃這麼補吧 怕 怕給你看 不要吃這個啦 很嚇人 欸 平底鍋 平底鍋 這個平底鍋上面有菜耶 為什麼我自己做的平底鍋就是空的 這是可以改造的嗎 我完全不曉得耶 好棒喔 又是讓我學到一招了 你們看它的飯鍋裡面 也是有菜耶 像我的飯鍋裡面就只有白飯而已 這邊是廁所 欸 我覺得 你我的記憶都有這塊 真的欸 我覺得 它的廚房跟廁所都非常非常的寫實耶 這就是真實世界的廚房跟廁所 2樓 2樓好大間喔 謝師宴大優惠 這裡看起來好熱鬧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學習一下 它的地燈的擺設方式 還有它的那些掛在牆上的聚光燈 還有地上的圓形紅地毯 又再一次助攻了 這真的很會擺這個地毯 再來是地下室 地下室 地下賭場 不可以跟李貓講 怕被檢舉嗎 牆上還有小潤啊 艷厚的海報 喔 張丸丸 莉莉師傅 黃絲喔 她剛講她喜歡的動物都有在上面 海報被切的是搬走的 嗯? 哪邊海報是有被切的 喔 是以這個視角來講的話嗎 像張丸丸她已經頭被切掉了 是這個意思嗎 我來看一下有誰喔 這個是濟光香香雞對吧 然後燃解太平 然後旁邊這是巴巴拉是不是 然後還有一隻獅子 那隻獅子我不太曉得是誰 有佩玲 然後旁邊那隻應該是松鼠利奇吧 又變身了 又回到了一個Villa的感覺 這邊放了很多藝術品喔 來這邊拍個照好了 這個蒙娜麗莎是不是 果然是眉毛歪掉的 俗賣 俗賣在台灣就是便宜賣的意思喔 這邊是橘子樹區 是我超喜歡的透飲桌跟透飲 透飲系列真的超讚的 欸 她是不是不小心咬到樹了 運動公園 這邊還有個沙包 可以打 黃色的狐狸 哇 這個籃球場 這個小籃球場 欸 我好喜歡喔 我也想做一個 這個籃球場好漂亮 這邊是我剛才在飛機上面有看到的小兆堂喔 所見即得 嗯 很有禪意 我來拍個照 噔噔 假裝是新人喔 喔 這邊是水蜜桃區了吧 驚嚇 淘太郎 他真的有把每一個水果都做一個區 然後這樣子布置喔 像我就很不會布置樹這個東西喔 因為我一直覺得樹會擋住我的視線 所以我都不太重了 剛好這邊可以當作一個參考 喔 這邊是林子樹區嗎 喔 這邊是露營區了 那這個扶桑花的窗浪板 然後加上椰子樹啊 然後再用這個收音機播出這一首歌 我覺得整個氣氛營造得超到位的 這邊看起來就是住宅區了 經過了剛才的籃球場 那籃球場真的好好看喔 喔 這是誰住的家呢 我來查一下他島上有誰好了 沒有一隻是我島上有的 這個是彼得的家 這的確是很像悠閒系會住的房子喔 然後這個綠色的 綠色的是誰的 看一下 喔 傑克的家長這樣子 第一次看到喔 再來這邊 哇 黃金的花 黃絲的戰士墓園 哇 兩個墳墓 然後旁邊有兩個金銀盔掌 嗯 這個也是氣氛營造得超好的 國王旁邊戰死的兩位戰士喔 又變身了 參拜喵喵神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神社之類的地方嗎 音樂馬上換耶 不愧是導演連音樂都很講究 這裡就是喵喵神社了嗎 喔 看得到對面有三隻喵喵 哇 看得出來他這裡非常用心在佈置耶 連地上的雜草都長得剛剛好 就是不會太雜亂 懂得用雜草佈置的人真的都很強喔 這裡晚上比較漂亮 喔 那我再請他傳一張晚上的照片好了 這真的好漂亮喔 就用這一張來當封面圖好了 這裡是日式的庭園 這個地板也非常的好看 這好像上次我去南半球那邊 拜訪我朋友的島上的時候 他也是用這種類似這樣的地板 好像叫禪峰地板是不是 坐這個地板的人真的很厲害喔 超好看的 再來這邊是日式的建築喔 來進去看一下 我有看出來喔 這個是不是溫泉旅館之類的 和風溫泉旅館 我猜啦 那這邊是旅館大廳 坐上還有放那個動森switch 大廳 果然沒有錯喔 喔 是走戰國風 好 跟著進去看一下 這裡算是書房吧 它音樂也是配的比較輕鬆一點 看起來就是可以很放鬆的一個空間喔 牆上有艷後的照片我發現了 還有補充大會的金獎杯喔 玩物房 這是什麼奇怪的本本啊 我來檢查一下 看來不是喔 喔 這邊也有師父的照片 它剛才又順雨了 常有的是舊廚房 旅館裡面的廚房喔 這真的很和風欸 哇 我還是要稱讚一下它地毯的擺設方式 它地毯真的很會擺 你們光看它門口的那個地毯的擺設方式 就會讓整個房間看起來好像有兩層喔 再來這邊就是溫泉房啦 看起來非常的陰暗 竹林牆跟溫泉真的是非常搭的一個組合 然後再配上一些竹子的家具 除了地毯以外 還有就是燈光的部分我一定要誇獎一下 它的燈都非常的符合它整個房間的氣氛 好啦 最後到樓上二樓的地方喔 這邊看起來就非常的居家 是旅館經營者自己住的一個房間嗎 溫馨的氣氛 真的是很溫馨喔 喔 我看到佩玲的照片 哇 還有瑞奇的 這整間房間就是非常的日式 我發現大家都很喜歡日式的房間喔 喔 牆上有掛我的衣服 制服喔 喔 這邊有捷克跟百合的照片 那這個地板 榻榻米的地板也是很好看 那因為是用榻榻米的關係吧 它就沒有再用多餘的地毯來佈置喔 讀書邊上網 真的欸 它那邊有一台筆電 我剛才忘記還有地下室還沒看 鬼蜜和服 這一間看起來就比較陰森一點喔 這裡有一個黃金的盔甲 鬼舞者 它地板犯好多這些綠色的落葉 靈紅蝶讚 的確是很讚 但是我不敢玩 以前都是看朋友在玩 就是負責當觀眾而已 喔 我怕 剛剛的禮物可以先穿 那我來打開一下 欸 真的很容易這樣子欸 它為什麼預設是把它放在那裡 海盜服 欸 我還沒有拿到海盜系列的東西欸 因為我還沒有遇過那隻鋁喔 這樣我要先變回來 喔 它換上海盜裝了 喔 黑色的 小動物的演唱會 小動物的演唱會 嘿 跟我之前我也有做一個 就是給牠們 演唱然後彈奏樂器的地方 可是我的動物們從來都沒有去過 讓我有點傷心 這個是牠最喜歡的黃絲吧 然後這裡有師父 來跟師父講個話 欸 糟糕了 不小心 咬到樹 都是師父啦 你幹嘛躲在那裡 真的是很抱歉 這個區域 看起來好特別喔 喔 這些都是海盜的那些傢俱吧 大砲對準外海 那旁邊的狐嶺還可以當成是那個炮彈 欸 很會響欸 哈哈哈哈 這個桶子上面放那個 這是什麼 山頂動人的頭 裡面這邊還有 哇 金銀財寶 這個是 真的零錢吧 一千塊 然後這邊還有放畫 這是什麼 喔 琥珀嗎 這應該是琥珀吧 裡面還有個蚊子 應該是 又要變身了 這次要變什麼 攝影中保持安靜 恢復本業 導演本業了嗎 哈哈 好 跟著進去看一下 喔 喔 這是戰隊安全帽跟戰隊服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那種特色片還是英雄片 這也是我喜歡阿一的其中一個理由 喔 這邊有個歌集啦 我要演我要演 導演讓我演 讓我演 變身 來 我來站這裡 導演在開拍了 耶 耶 我要擺個姿勢喔 交給我 這怪物就交給我了 欸 超棒的 超讚的 我喜歡這個打擊 好啦 結束啦 真的是非常感謝導演 帶我導覽他的島 真的超讚的 這麼精彩我都不知道第二集要怎麼做了 壓力太大了啦 感謝導演喔 好的 那我就把現場交回給攝影棚 不知道今天的節目大家還喜歡嗎 投稿針劍還在持續中喔 想要投稿的人記得加我們的IG 以私訊方式傳送五張你們島上的景點 不過投稿量很多的時候 我可能會沒有辦法一一恢復 先跟大家說聲抱歉喔 但我們一定都會先看過大家投稿的圖片喔 如果是13歲以下的小朋友投稿的話 可以特別注明一下 我打算開設一個小朋友投稿的專屬單元 來跟大家分享 那跟大家投稿囉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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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